微距镜头在普通摄影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主要用于拍摄十分细微的物体 在拍摄花草树木昆虫或者物体的细节用的比较多 那在7月份的时候我测试了七公将新发布的60毫米第二代微距镜头 那玩过微距镜头之后呢我也喜欢上了微距镜头 确实能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挺有意思的 那这次我收到了来自新耀的60毫米F8微距镜头 那本期视频就来聊聊这次镜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Jobos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刚拿到手就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分量了 包装不算精致但足够的延时 除了镜头说明书以外还配备了一个小插布 挺贴心的 再打开底下就是个旁边大物 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比原厂90毫米F2都还要大不少 将近650克的重量配上查提式 有一点点头重脚轻 差不多是七公将微距二代镜头的两倍重量 这个体积控制的确实不够理想 又大又粗 当做挂机头来用呢就肯定很明显不太现实嘛 但是它的外观做工还是很到位的 机身和卡口都是全金属的构造 对焦环和光圈环的阻尼都很到位 不紧不松刚刚好 滤镜尺寸为62毫米 最小光圈为16 这里呢我是觉得不太合理了 最小光圈我觉得至少也得到22左右才合理 那因为拍摄微距的时候并不会用到太大的光圈了 那至少我拍的时候F8以上的光圈我都几乎不会用 特别是怼脸拍摄的时候 光圈调得太大 焦点就很难把握了 那接下来就讲讲这支镜头最大的特点 2比1的放大倍率 非常带劲啊 那这也是它体积大的原因之一 那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我放几张对比图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2比1的倍率所带来的画面 比普通的微距镜头更加的与众不同 加上细画幅60毫米等效90毫米的焦段 可以放得更大 看得到物体更细微的细节 用来拍视频带来的画面也非常的震撼 不过可以仔细发现到 在最远对焦拉到最近对焦的时候 镜头内部的移动行程是非常长的 那在镜头对焦拉到最远的时候 也就是拉到底的时候呢 那镜头就只有这么短而已 就好像是一个外对焦的镜头 套上了一个 罩子 所以说 所以说这也是它体积大的另外一个原因 而且内部的做工是比较粗糙的 在镜头底部内也留了大量的空间 很容易静灰影响镜头的寿命 不过也可能是我手上的这个镜头 是工程样机的原因 那它的画质如何 我相信各位小伙伴在刚才的图片中是能感受到的 十分的锐利啊 微距镜的画质不行也确实说不过去的 拿着它出去拍人像扫街也是可以胜任的 当然了你不要拿人像镜头或是那些很贵的镜头来对比就行 毫无意义 而且你还需要一双 麒麟币 OK那接下来分享一些 我用它在其他场景拍摄的照片 最后总结一下 因为它是第一代的原因 所以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特别是镜头内部和体积的控制 实在是不够理想 光圈全开的情况下拍摄人像还是有一点肉的 光线大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等效90毫米的它也是没有防抖的 拍摄远景时准确的对焦也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 放在室内会好一点 较外也能更加的自然 锐利的画质和2比1的放大倍率 加上不到1000块的价格 还是值得推荐的 而且我发现它的纸边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在我意料之外 那相比卖到3000多块钱的原厂60毫米微距镜头来说 那它肯定是特别香的 原厂的那个还是1比2的放大倍率 2比1 除了自动对焦 毫无性价比 那我也希望行耀能在下一代的微距镜头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是挺期待的 好了 也还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得到你们的三连和转发 喜欢的不妨加个关注 这将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是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弹幕上留言 那根据粉丝的请求呢 下一期视频就做新耀的60毫米镜头 和七公匠60毫米镜头的二代 进行一个深度的对比测评 非常的详细啊 希望大家会喜欢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Jelvis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